千禧年前,中國保育專家潘文石到廣西崇佐 那裡的白頭葉侯正面臨生存危機 只剩下96隻 白頭葉侯都住在赫斯特石山上 赫斯特地貌是廣西和越南獨有 即是桂林山水的模樣 由於山地細險 人類很難爬上去 於是白頭葉侯都在山上居住遊走 不容易被捕 但因為村民開始撼佛樹林 令白頭葉侯採食果實有困難 他們被逼下山覓食 和民居太接近 加上文化原油 村民認為用猴子的骨去釀酒 可以治療風濕 於是引來獵人捕獵 當年60歲的潘文石 帶著研究生去到崇佐 開始研究和保護白頭葉侯 大家以為他一去到崇佐 就是叫村民不要捕獵猫 不要砍佛樹木 不要這樣不要那樣 原來都不是 他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去籌錢幫村民興建沼氣池 這樣村民就不用去砍佛山上的木材做燃料 之後他又籌錢興建醫院 小學和食水工程 教村民種植經濟價值比較高的甘蔗 取代原先的水道和雜食 增加收入 幫村民解決溫飽問題 他說這樣做 在保護大自然或貧危動物時 才不會惹來村民反彈和批評 因為連人都吃不飽 很難去管動物 他每天就在一大清早 和研究生去觀察猴群的生活 下午吃即食麵沖機 到晚上才回來 吃飽晚飯 又去看早上拍下的照片和錄影 咒而復始 不到十年 廣西的白頭葉袍已經增加到200隻 現在更加增至超過800隻 這些事 或者不會登上新聞頭條 但一個有心人專心做一件事 就是一道漂亮的人民風景 從雷把李延安放在鎖上 最高感除出的 以上文件就查看 裁下牛titles 兩時很久 其餘是加入生日